當然,音樂看起來就是主要分四大段 一、二、三、四 那這一個音樂主要分成四個大段 就是第一個是一個章節,第二個是第二個章節 那這一個組合看起來可以分成四個大段 第一個是第一個章節,第二個章節比較短,有點像是預告嗎? 第三個章節就是呼應前面的東西 然後稍微疊一點後面這個章節的東西進來 像是這個比較鮮豔橘色的這個就是疊後面的東西進來 然後後面就是又另外一個章節,就是比較high的那個章節 你看鼓點,第一排這個是鼓 這鼓點後面塞很多 那就是 那這個音樂主要可以分成四個大章節 就是前面有第一個就是一種章 那這一個音樂可以分成差不多四個章節 那第一個就是第一個章節 第二個就是有點像預告後面這一個章節在幹什麼 但是就是比較簡單的第二個章節 第三個章節有點像是在 在呼應前面的第一個章節 但是又多了 最後一個章節裡有一點元素進去 像是這個比較鮮豔這個橘色 跟這個 也是把後面的東西挪過來一點點 然後最後一個章節又是另外一個 比較high的部分 你看像上面這個鼓點 第一排是鼓 這個鼓點已經把它塞好塞滿了 然後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試聽看看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這把東西切開來 左手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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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 這主要應該就是鼓吧 這一個音樂應該主要就是鼓在那裡耍帥 這一個音樂應該主要就是鼓在那裡耍帥 所以這裡有空一個 然後後面也空一個 就讓鼓好像忽然斷掉 讓它變得更有豐富一點 這裡也有一個忽然斷掉 那這邊就是直接讓它空 因為我原本是打一個比較少的鼓點 就這樣簡單的 然後敲邊框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 直接拿掉好像可以突顯 稍微突顯一下下面預期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就把直接鼓點整個拉掉 這邊就是 越塞越滿越塞越滿 最下面這裡有一軌 最下面這裡有一軌 就是有點像 最下面這裡有一軌 就是有點像複製上面這一軌的 森林 然後我就是 找 那最下面這一軌 有點像是複製這一軌的森林 那它有點像是 增強上面讓它 就是再多疊一軌 然後讓它聽起來不太一樣 我們來solo這一段給大家聽 就是最後一 最下面這一軌 就是有點 太空泡泡的感覺吧 那疊起來就是還蠻酷的 就是 就有了有疊 有了沒有疊 那就是看 如果我想要讓那個 太空泡泡的聲音效果出來 我就再疊一些 那有一些就不要疊這樣 中間也有一些有點像是 效果聲音這樣子就 忽然放進去一點點這樣子 讓它有一點 欸泡泡一下 然後就又繼續恢復正常 就還蠻好玩的 就是這 我覺得這邊就讓它控嘛 因為後面有一點 比較high的部分 然後我想說 因為如果原本把它拉起來的話 它聽起來好像就沒有太多對比 那我們就控一下 然後讓後面更High 前面看起來更安靜 就是原本平靜 然後讓它完全靜音 然後再更High 就讓它可以凸顯說 後面更High這樣子 這邊也是這個 這個就是中間穿插一個 超少古典這一小段 然後我就把它塞到這裡 後面這裡有一小段 就是塞進去 讓它就是不同的 古的密度 然後我中間再切一個這個 比較少古典的 嘿這一個啦 就聽起來會比較 有分段的感覺 因為如果把它全部合在一起 你好像聽起來就 好像全部都古典很多 但其實是慢慢變多 就是讓它稍微做出一點區別這樣 後面那個槍聲有夠High的 超渣High 然後後面這一個 就是因為最下面這一軌 就是那個泡泡聲 就是因為最後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上面一直重複這裡 一直聽太膩耶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砍掉 然後躲下面這一個泡泡在下面 讓它有點像收尾 讓它直接變了不同的音色 但是結果我後面前面 原本只要留後面這樣 結果我就滴一滴 滴到前面去 就是有點像 就是特殊效果啦 就是想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這樣